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家主要卖的都是衣服跟饰品类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家就是更新非常快 他每周都会更新两次 就是一次是饰品一次是衣服 所以就是挑选的种类特别多 然后这次我选的就是饰品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CIVIL这个牌子 但是就是我第一次打开他们家官网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家官网做的真的还挺好看的 就是很简洁明了 照片也非常清晰就可以选尿的东西 然后他们家特别好就是可以寄全世界嘛 然后他们还有就是网页上就有那种汇率换算 像我在新加坡我就是放新币 他就会帮你算好新币 就不用你自己去算那个台币换新币 就特别麻烦嘛 他们已经就帮你算好了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而且当时挑视频也是挑了非常非常久 因为我想要就是选到我自己喜欢的视频嘛 因为他们家就是很多很多街拍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Instagram看到 所以我就在那些里面选啊选啊选啊选 选的就是这次我最喜欢最满意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吧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他寄来的话是长这个样子包裹 他是寄那个EMS 到新加坡是四到五天就到了 反正非常快 他当时寄来的时候包裹就是里面裹了很多很多那个泡泡 泡泡碗怎么讲就是那个保护的 然后他总共是有三盒 对 然后再加两个像小卡片这样子的吧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logo 然后后面是一个thank you 应该算一个小感谢信吧 然后这边是他们家的Instagram和Facebook 这个小卡片上面就是有他们的Instagram Facebook和YouTube 然后你就可以share your OOTD with us 除了下他后面写的字就是 只要你收到商品以后 你就穿他嘛 就是不管是衣服还是视频也好 你就拍一张照片 然后你在Instagram或Facebook就tag他就是标志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反你那个66台币的购物金 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这次选的什么视频吧 那他每个盒子都是长的这个样子 就是白白的 上面写的silver 对 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再一一介绍视频 就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大概怎样 他们每一个都会配一个就是透明的塑胶袋 因为就是视频的话 其实放在塑胶袋里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也很好就是保管嘛 就不会就是弄滚掉 比如说我经常把项链跟耳环放在一起 就经常打结嘛 所以他有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他是每一个都有啊 所以说他们会给好几个 然后他们就 对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这个泡泡的 对他们寄来的时候就有这个泡泡 然后下面又是一个防 就是防震的吧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 然后他们还给了一个小卡片 上面写的视频保养参考 那我先从耳环跟大家分享吧 那耳环的话 这次我选择了这三款 然后他们家非常非常贴心 都会有他们家的logo 然后我觉得包装非常好看 好第一对耳环是这一款 地球的珍珠耳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整个设计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下耳朵以后就长这个样子 觉得它戴起来特别特别好看 因为就是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珍珠耳环 但是这种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因为就是每次大家都是买那种珍珠白呀 或者是单色的 然后这种的就是我之前没有见到过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就是我不懂 反正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你不会跟人家转耳环这样子 我们继续下一个吧 那这款耳环有两个设计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小钻 大家可以看到吗 然后是这个小枫叶 这个超级超级美的 我好喜欢 好戴上耳朵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耳钉真的超好看的 而且他们家就特别好 就是有配套的 就是它的项链和手链都会有这个小枫叶的 但是这次我只选了这款枫叶耳钉 但是我觉得戴起来超好看 很推荐这款 下一个环就长这样 它有金色的 然后有三个钻钻上面 这个超美的 少儿以后就长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挺好 就是它可以调来调去的 就你可以放不同的位置 对 就看你自己喜欢吧 这样子 耳朵有点红掉 因为刚才拔来拔去的真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款的话 特别特别漂亮 那这款的话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 就是你穿休闲衣服的时候 就是你戴个帽子啊 然后配一个这个耳环 就特别酷有没有 反正我很喜欢也是 那讲完耳环以后 就是讲发式 其实当时我就是定这个的时候 我还没有剪头发 所以我就定了一个发圈 就是长这样超漂亮的有没有 就那种水晶的 然后旁边是那种银的 其实我拿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好想绑好想绑 可是我没有头发怎么办 然后我想说 要不扎个小辫子在这边 可是就是还是放弃的 因为我老公说我好幼稚 所以我现在就是 如果我要戴它 我就是这样子 把它就是弄在手上 也拿一个手势这样子 然后这里不是有刘海吗 就是有时候会掉在外面吃饭 然后就拿这个板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讲完一个发式以后 我们就换下一个 那这次我也挑了一个手环 那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手环我非常喜欢 上面就是这样罗马的 有点像我那个Tiffany的戒指 然后可以搭在一起 好戴上去就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 你也可以搭别的手链 搭在一起 然后单单戴它 其实也很漂亮 这款手环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它可以就是调节 像我这种手大的人 就是把它撑开一下 就放进去就好了 很方便 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手环 你知道吧 一定要就手小的人才可以戴的 我就是那种手大的 没有办法 所以它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而且它设计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那种我喜欢的 罗马数字的风格 下一个就是尾戒 就是戴在我小拇指的这个戒指 然后我挑了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戒指的话 它像刚才那个枫叶的耳环 对 就是比较像一套的 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很漂亮 就是很清秀的感觉戴起来 是这么讲吗 反正就是很漂亮 很巧清新的感觉 非常非常适合 我这种手大的人 解决了跟手环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手大嘛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套不进 但是这个戒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调节嘛 我觉得这点很好 就是如果你手小 你可以把它往里按一点 如果你手大就往外调一点 然后又特别好看 这个设计 非常喜欢 然后是两个项链 第一个是这种金色的 然后有个小珍珠在上面 好戴上脖子 就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 就是这样的锁链链 就是金色的 然后有个小珍珠 然后这款就完全满足了我的需要 特别特别好看 就除了扣子 就是后面的扣子 有一点点小 然后比较难扣以外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是这款 有点像地球在里面的这个项链 这个我连我老公都说特别特别美 然后戴上去以后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小球可以转来转去的 我觉得还挺酷的 这款项链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我之前都没有过 也没有看到过 然后在他们家看到之后 就马上拿下 真的超级超级美的 推荐推荐推荐 那最后两样饰品就是毛衣链啦 那第一款毛衣链就是这样子的 有两个钻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有点灰绿灰绿的吧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 然后它这个还可以拿出来 然后还可以扣进去这样子 好它上身就是长这个样子 特别特别长的一个毛衣链 然后它的设计也非常非常特别 就当时也是第一眼看上就拿下了 因为我就是之前没有这样子的毛衣链 对 好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 哈哈 应该不能吧 就是这样子 特别特别 独特的一个毛衣链 好最后一个毛衣链就是长这样 是金色的 然后我带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毛衣链 然后我也很喜欢金色这样子的毛衣链 就是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特别好看 好啦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然后我会把所有的视频 购买链接都放在底下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